这几波的春雨 万荣乡 麻远 以及红叶两村高山建榫产区 建榫破土串生 乡公所也在今天上午办理建榫 山苏部落实令农产记者会 乡长梁明光表示 除了在瑞穗牧场以及兆丰农场 另外在邻近的产区台九县复兴集货场 以及副佐餐厅社滩展售 直接从产地献采新鲜直送 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品尝到高山建榫 鲜翠滋味 戳破气球 万荣乡长梁明光和雨会的长官 归宾共同宣告万荣高山建榫正式开卖 万荣乡建榫种植面积约有80公顷左右 以麻远以及红叶两村为主要产地 为了行销推广部落当季 施令输国农产 相公所今天上午特别在邻近产区的 瑞穗香复兴集货场办理产销记者会 瑞穗香农会也请你协助提供集货场地 作为后续部落农民能就近社坛展售 我想现在正是瑞穗又花开的时节 那是我们万荣乡建榫采收的一个季节 这两个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搭配 那只要来到瑞穗来赏花的部分 希望都能够到这个点 来采购我们万荣乡最新鲜的一个建榫 推广部落实令农特产 相公所登购一户不仅邻近产区的农会 丰隆地区农会更是义不容辞 全力促销建榫 山苏 鹿桥等农特产 万荣乡的产业非常非常多 有包含山苏 马告 还有建榫 还有很多的产业都在我们万荣乡 而且干山建榫是目前10到5月最盛行的 最夯的一个产业 在新销记者会之外 万荣乡公所也规划沿着台九县的瑞穗牧场 瑞穗部阻餐厅 以及部星集货场 赵峰农场设点展售 一例农民直接从产地献采新鲜之送 有四个设点 一个是瑞穗物场 第二个是顾佐餐厅 家喻站那边 然后在顾星这边的农会的这个仓库这边 再来就是赵峰农场 这两个点就比较特别 就是赵峰农场跟瑞穗农场 它是属于框框类型的 很多游客都会进入 可能说在这个部分是最好的一个点 让很多的游客都能进来 万荣乡高山建筍 多数为红壳建筍 口感甜脆 笋香浓郁 为苦甘甜 风味独特 现在开始进入量产 从即日起为期一个月的产季 乡公所也全面推广行销 除了在台九县瑞穗林段设探展售 消费者也可以上乡公所官网查询订购 接着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